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个向上走高了 最终上升指数收报在了3090点 上涨了18点 另外生成指数就收报在了10861点 上涨了166点 那么涨幅是达到1.5%的 今天两市的成交量也是有所放大了 那么今天就是成交超过是5000亿的 分别是和共识成交了5325亿元 那么随着这个G20财长峰会的一个结束 今天两市的表现是相对比较波动的 那么接下来对于后续的一个走向临时怎么看呢 我们看到今天整体的大盘呢 从开盘价到收盘价 整个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幅的波动 那我们昨天的时候也有提到说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G20结束之后呢 维稳的主题就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 那么我们也会预期近期大盘呢 也会有一个比较波动大的情况是出现的 那就今天来看呢 我们看到户指今天早盘是有一个小幅的下跌 等利空出近之后呢 一路就开始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到收盘的时候呢 收幅也是有了一个比较明显大的涨幅 那么板块方面来看 今天主要领涨的板块呢 可以说是集中在两大领域 一个就是关于照明方面 尤其是LED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扩大 另一个呢 就主要是受到PPP的一个发力驱动 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呢 关于节能照明的一个概念股方面 与之相关的光学光电子 光导体和元件等 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涨幅 另外呢 环保工程PM2.5 脱流脱销等概念方面的一个板块 也是有比较不错的 那么PPP板块呢 今天也可以说是再度呈现了一个全面爆发状态 我们看到门草生态是一度强势涨停 同时呢 国中水务 龙进环保等相关的股份 也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涨幅 那截止收盘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终于是上到了一个5000亿元的水平 为5324.82亿元 那么在量能方面呢 是有了一个小幅的突破的 上升空间也是有望进一步打开的 不过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 需要继续前持一个谨慎观望态度 而不要盲目在此入市 因为今天PPP的爆发 是否能够在未来持续呢 以及未来增量资金 能否进一步进入扩大成交量 还是一个非常关键 和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关注的情况 那么简单来看呢 我们在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是 我们上周五也跟大家推荐过 关于格力空调这只股票 在格力空调 在今天连续涨停了三天之后呢 也是打开了它的一个第三个涨停板 那么市场的补涨情绪 在这样短线的三个涨停之中 是得到了一个迅速的释放 那么短线红利释放完之后 未来长线走势如何呢 我们知道格力电器 它是坐价了130亿元 收购了珠海银龙百分之百的股权 那么呢 反映出了格力空调 这样的一个跨界布局的野心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收购 是否能够给这样的一个企业 带来真正的利润 也就是说 它在这样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是否未来能够很好的转化呢 也是需要我们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在之后隔离空调的长期的一个布局的一个重组方案中去进一步发掘 以到时候继续去分析看它是否有长线持有的价值 那么外围方面呢 简单看一下 我们看到油价这一块呢 上周油价是一度从48美元跌到了43美元的水平了 那么到昨天的时候呢 G20峰会开会期间 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就传来了 就是要针对油价进行讨论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们看到油价在此也是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消息的正幅度 一度上升了5% 但是随后我们也看到沙特阿拉伯这方面就单方面认为说 它没有认为一个非非是洞察不可的必要 所以呢 受到这样的一个油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调整呢 我们看到油价又很快的回落了下来 那么实际上呢 市场就认为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顾虑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担心油价上升之后呢 使得美国页岩油的成本降低 从而大规模台开发导致新一轮的竞争 但是我们会认为就目前的一个市场层面来看呢 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本身这两个国家 他们的一个产油量其实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较高位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动产其实没有很大的必要 而且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呢 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呢 现在也都是在一个增产的一个幅度中 所以说在石油供给层面来看 供给过剩依然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主流 那么石油在短期以内呢 我们也是会认为有一个沉压的趋势的 那么看过了外围方面情况呢 我们简单还是回到技术面来回顾一下大事的走势 那么在今天的一个技术面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户指是呈现了一个早盘的放量下跌的情况 那么也是一度逼近30日线的关键位置 那之后呢 又一度反弹上升到了250日线的一个位置 也主要是受到了PPP跟LED的一个驱动 那么全日人就是在这样两个均线之间去游走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也是可以大家继续以这样两个均线为一个上下的一个依据点 上方可以关注250日线3097点 而下方则可以关注30日线3047点 投资建议方面呢 就我们刚才所言 大家可以先不要去盲目入市 而是近代未来PPP的后市如何 好的 那么刚才薛小姐也是提到了 在板块方面啊 这个照明类的一个板块是涨幅居前的 特别是LED的这个行业的板块啊 那么消息面上呢 可能是受到啊 这个国家发改委是公布的 中国淘汰白赤灯路线图 征求意见稿的一个影响 那么根据这个意见稿呢 是从2016年的10月1号起呢 是禁止进口和销售15瓦 以及以上的普通照明的一个白赤灯 那么这是淘汰白赤灯路线图的 最后一个阶段了 那么也是意味着白赤灯在10月1号起呢 将完全的退出我国的一个市场了 那么那对于这个未来照明市场上啊 这个LED的这个产业呢 有没有一个提振的作用 投资方向有什么建议吗 嗯我们整体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2016年上半年 全国白赤灯的一个灯泡呢 它累计已经达到了20.12亿只了 那么10月以后 这样的一部分灯泡呢 绝对的一个退出 可以说是对LED市场 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消息的 那么中国照明市场 目前的一个市场份额呢 是从2011年起到2016年 始终保持了一个将近 9.4%的一个年复合增长率 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也意味着在2016年的时候呢 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1236亿元 那么我们会看到 LED市场也会面临 它迎来一个新的高达千亿元的一个市场 那么LED这一块来说呢 未来市场前景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这个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呢 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首先一个方面就是 我们知道LED的一个本身 它以照明为有主的用途呢 其实是会受到宏观经济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照明方面 我们一般都是分家居照明 建筑照明 工业照明 跟商业照明等 那么这样的一些照明 它们主要是受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密切联系的 那么市场份额呢 我们也看到近几年来 照明行业在整个GDP的比重 始终维持在1.7%左右的一个幅度 所以说 未来GDP 未来国内的一个经济发展呢 由于是处在一个 仍旧是上行有难度的阶段 所以我们也会预期 可能未来在LED市场这一块的一个市场需求 上行空间也依旧是有限的 那么不过我们会认为呢 本身这个照明市场大盘子里 本身白赤灯 是占据了一个很大份额的 那么随着白赤灯的退出呢 我们认为LED未来可以去填补白赤灯这一代的空缺 同样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空间的 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 就是关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集中度是非常低的 行业间的一个竞争呢 也是非常激烈的 我们知道照明行业的一个前十加 它合起来的一个销售额 在整个行业内的比重是不足10%的 而很多的一些大的行业 垄断的一些寡头 一旦形成呢 是整个的一个行业中 前十的集中度在80%之上是大有所在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业呢 它的一个竞争间的激烈是非常的严重的 所以就导致了利润空间 是有一个大幅压缩的情况 甚至是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 不过这样一个情况呢 依然是说明照明行业现在本身成熟度不太高 二来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分散化 是指的这个行业特定的一些特点所导致的 因为我们知道照明行业的产品 大多数都是一些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 所以他们难以进行一个规模化和批量化的生产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国内几家未来的一些LED行业 谁能够在这个细分市场和市场份额中占据一个做砖做墙 提高产品附加值的一个地位呢 谁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竞争力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企业间的一个并购整合也是非常加剧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时候 广胜去已经成为了佛山照明的第一大股东 包括后来连创光电以1亿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个方大制控拓展 它的一个智能照明的服务呢 等等这一个行业的一个并购的一个战格呢 价格呢是越来越响的 那么简单看完这个行业之后呢 我们有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去重点去关注几只股票 首先就是关于600261阳光照明 那么它也可以说是国内的一个LED的一个照明龙头了 那么公司最早在国内大规模式布局了一个LED的照明应用 同时呢 它在前不久刚刚发布的半年报中也看得出来 LED的一个收入在整个一个照明收入中是有明显上升的 那么它第二季度的收入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 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港股方面的雷尸照明2222 那么随着雷尸照明管理层风波的一个初期 我们看到无常将被捕之后呢 整个这个企业本身它的一个海内外市场还是发展非常不错的 同时呢 国内也建起了多个体验店来配合它的一个专卖店转型 我们也认为这个企业未来是有不错的前景的 那风险方面呢 就建议大家去注意LED价格战本身导致企业的一个利润空间压缩 以及未来市场竞争激烈需求不达预期等多个方面的风险 嗯好的 我们感谢薛小姐做出的详细分析 那么请问您刚才所提及的股份和资产有趣吗 没有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